這邊跟大家說明一些事情 各位會發現這邊有兩種工具 一種叫Z-Sphere 一種叫Z-Sketch 不要忘記 那等一下我們會用到這個Adaptive Skin 這三個功能 都跟這些東西是有關的 那我先說明一下 當我這個 Z-Sketch關掉的時候 各位會看得到 我們 在上面畫的東西會消失 那這部分會還原到 原來Z-Sphere的部分 就是Z-Sphere的狀態 所以我們按A的時候 各位看 Z-Sphere會變成低面數的建模 那這個功能就是屬於 這個部分 Adaptive Skin的部分 所以這個Preview就是按A的效果 所以呢我們再按一次A 它就會回到原來的狀態 那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比較要調整是第一個叫做Density 就是它的強度 我現在預設值是2 軟體的預設值是2 你也可以調到1 調到1的意思就是它最後按成A的時候 它的面數會最少 各位看一下上面的Total 877 各位看得到 但如果你提高 譬如說我現在按3 再按下這個Preview 各位看上面總Total的Point 個值100千萬 2萬多 各位看面數就比較密 這部分主要是 可以控制你的最後轉的面數的多是少 但是這邊都還不是最後的確定喔 因為它是Preview 所以呢 你是可以決定然後來來回回沒有關係 這是第一個概念 那下面的老師就比較不建議大家去調整 因為這個調整會有一些形狀上的變化 這邊我們就不多講了 就主要調整這個Density就好 另外呢就是 我們剛剛講到Zsketch的部分 我們按下去之後會出現 喔 那這部分呢也是一樣如果你按A的時候 各位看到就是Zsketch本身 喔它變成Mesh的時候的狀態 喔大家可以看到 喔 然後 那個把這個東西顯示 再按一次的話就會全部顯示出來 喔 那下面這也是控制它的量啦 不過 這邊的我們都預設狀態 沒關係喔 先用預設狀態 那按A的時候它 我們在Zsphere上做都會消失 所以它這兩個系統是分開的 好那現在的問題來 那如果老師我要兩個系統都要怎麼辦 喔這邊是 跟大家說明一下 第一個呢 就是我們先把這個 Zsketch 關掉 如果假設我現在要只要這個部分的造型 各位看到preview的狀態會出現 按下去之後呢請各位按下這個 Make Adaptive Skin 好注意看喔 我按下去之後 各位看 這邊會產生一支新的 但這個就是已經是確定的 喔就是物件已經轉換成3D一般的物件 那當然Zsphere這個狀態還是可以存在 還是會存在在其他地方 我們產生的東西會出現在這裡 老師剛建的兩支 那這是我們用Zsphere做的 所以原來還在這裡 如果這邊切換了各位看 喔我這樣子之後就可以雕刻喔 就是 我們就直接可以在上面做雕刻的 的的的功能了 那按這個就回到Zsphere 喔這個是切換上 那如果我今天 兩個都要出現那怎麼辦 喔那請各位注意看一下 我們Sketch 顯示出來 好在這邊 然後呢 各位看一下齁 我們如果關掉他的時候 各位看 這邊會他會消失 在下面有個by 喔combine的by的吧 可能是這個意思 好我按下去之後各位看他會變半透明的狀態出現 喔 然後呢這個東西還蠻屌的喔 什麼意思呢 各位看 各位看齁他好像附著在這個Zsphere身上一樣 那我假設移動喔各位看 我移動Zsphere他會跟著移動喔 喔 他是幾乎跟他黏在一起的齁 喔你可以做一些 變化 他是黏在一起的 所以你這邊是可以做自己的一些改變 喔都可以 他會跟著一起做變化喔 喔所以這個by 就combine的這個部分合在一起的話 那麼接下來就有趣了齁 當我按A的時候各位看一下 他就把這兩個東西黏在一起了 喔有看到嗎 喔 就把他黏在一起 那這個時候如果按下 adaptive skin會怎樣我不曉得喔 喔就會產生第三隻齁 喔出現了齁就是現在這個樣子齁就完整的兩個都連結在一起 喔跟之前這個沒有連結在一起的狀態不太一樣 但是原來你做的這個還是存在齁就是 他還是存在的 這邊如果關掉齁他還是存在齁所以這些資料都會被保留下來 那如果你今天確定好玩了你要做雕刻呢請各位就回到這一支來做雕刻 就是可以做一些 我們講的這種雕刻上的工具 好所以 基本上在這邊就是可以 把它轉化成為 真正的這個match的狀態齁來做雕刻 好 好 那 等一下可能各位同學先把自己的這個做做看齁把它轉換出來 把它變成 是一個實際可以雕刻的物件 好 好 好